演员要懂得拿捏情绪 拍戏的时候要尽快投入角色 到戏拍完了 又要抽离出来过自己的生活 一直以来 演员如何处理情绪 都是一个功课 直至十几年前 我有位朋友 他患有抑郁症 我才警觉到 原来情绪生病了 就会反过来驾驭人 我会形容抑郁症是一个船窝 将人不停地往下拉 甚至吸走了你笑的能力 我这位朋友 对前途是充满憧憬的 他在外国读完书回来 想着增值完自己 就可以在香港大展拳脚 谁知当时 香港经济不景气 加上亲人离世 在双重打击之下 他就变得意志消沉 他不停反复地问自己 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 见到他这样当然很担心 有时间就约他出来 陪他聊聊天 但当时他已经很怕见人了 去到商场 没买到要买的东西 他就说要走 看电影看到一半 又因为莫名的恐惧 他要回家 久而久之 他就常常困住自己 我和一班朋友 没有放弃过他 继续开解他 支持他 经过一年的努力 他慢慢识怀 他决定要回教会 走进人群 就是这样 他的病有手好转 成功摆脱了抑郁症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对情绪病产生了好奇 就报读了一些 情绪辅导的课程 还有做了三年 情绪辅导电话热线的乙工 透过电话 去学习聆听人家的心声 尝试去开解他们的问题 其中有位太太 他以前是担起成头家的 但是因为长期病患的缘故 他以前做到的事 现在做不到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虽然家人并没有怪他 甚至叫他 你要休息多些 这些东西交给我们做 但是当他见到他丈夫 收工之后 仍然去买菜煮饭 他会觉得很内疚 很自责 期间一年两年 他都一直打电话 来说他的苦放 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去开解他 我曾经跟他说过 以前你为你的家人 无私的付出 现在可能是时候 接受别人对你的爱 但是他听不入耳 他仍然觉得自己 是很没用 很没价值 走不出这个情绪的低谷 总结以上两个例子 人在低潮的时候 有朋友的支持 鼓励开解 果然是重要 即使是一种 无言的守候 都会被对方知道 不用怕 有我在 你从来都不孤单的 但是作为情绪受困的人 更加关键的是 你肯不肯接受安慰 在我们不能够改变环境的时候 尝试一下改变心境 快乐其实是一种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